嗨,我是Kopa 到了舊潛能官介紹的倒數第二個影片了 這裡要介紹的是 李鮑爾、卡爾茲、萊文 以及辛田順的潛能覺醒關卡 我們來看看內容 更加閃耀的黃金左腳 來看看電腦的設定 相當的多吧 隊伍技能無效 限定必殺技 S1 S1又出來了 其實很少關卡會限定在S1 氣候是下雨 GK救球減的特別的多 傳球會失準 我們先來看看前三項好了 隊伍技能無效就是多用前能跟半 這個是電腦也只有S1 所以我們被限定S1好像就沒什麼差別了 雙方都是S1 然後下雨的話GK一定要防雨 這個沒辦法 因為救球減太多了 FW可以不用防雨 OMF需要防雨才能傳球 這都是差不多的 跟以前的建議都是一樣的 我們來看看電腦這邊全隊速屬性 聯合國 我們這裡規則限定只能派歐洲球員 歐洲球員 好吧 來GK 撒利納斯 這個GK有兩項特技 面對平地射門 他可以加10%的能力 面對德國加50% 也就是你的歐洲球員裡面 至少前鋒不要使用德國 其他使用德國沒關係 然後第二個我會建議你使用技術性且具備空中射門 畢竟他平地射門加10% 我們只有S1實在沒有必要去面對他使用平地射門 我們就找能夠空中射門的 然後是OMF裡包爾使玩家S射門威力減50% 這個減蠻多的 我建議使用ABC技能去射門 ABC 但是S技能能有可能進球 即便S1減了50% 還是有那麼一點機會能進的 畢竟這個技術性可以克制速屬性 這一關沒有那麼難 難在你不知道要用什麼來過關 記得不要用德國的前鋒 然後記得要使用空中射門 使用C技能等等 這些都記得其實這關就很好過了 好大展身手吧 工匠的真正價值 這個也是舊角 其實已經連著幾個都是舊角 舊角的潛能覺醒 比如說之前有迪亞斯 那這一次有 李包爾 卡爾茲 心田順 萊文等等 都是舊的限定角 潛能覺醒 其實遊戲公司設定沒有那麼困難 我們來看這個 電腦設定是限定必殺技 你看S30 甚至A80 B60 C40 都不難嘛 都提高到這麼高了 電腦才S1 你拿S30去碾壓S1 這關是超級簡單的 全隊電腦是隸屬性歐洲 歐洲球員 這邊規則限定你必須使用隸屬性球員 亞洲以外要減70%能力 我建議你就派上全部的亞洲球員 電腦自動打就過 但是要請注意 電腦的GK 穆勒 他面對日本球員加70% 我會建議你FW 不要使用日本球員 那FW以外你可以派上亞洲 甚至可以派上日本球員都沒關係 那當然前鋒就是盡量是只要亞洲 不要日本 DNF 卡爾茲 100%自動攔截 這個其實沒什麼 因為才一位 你就地圖傳避過他就好了 或者是你乾脆不要地圖傳 全部用技能傳球 他其實也攔不到你 要注意的就是這一點 你如果全部是亞洲球員 結果你前鋒也派了日本球員 那當然 你要電腦自動打是不可能過的 破壞與決別 恢復理智的隊長 其實沒有設定隊伍技無效的關卡 我覺得都蠻容易的 這關的必殺技玩家可以用到S30 電腦還只有S1 一樣這種關卡我就快速帶過好了 限定玩家需要低空射門兩分並獲勝 我建議是第一個帶低空傳球預想球員 第二個 你沒有第一個就帶第二個帶低空傳球員 然後呢 上面兩個選一種之後呢 手動低空打兩分之後 就可以電腦自動打到結束了 電腦的全隊是瑞典WY球員混合屬性 全隊沒有任何特殊的潛能跟被動 這個很可笑啦 那根本就是做出這個關卡讓你欺負的 但是有限定喔 亞洲預賽以外的減80%能力 這個條件設定下去就是你的球員要夠多啦 盡量派亞洲預賽的 這個沒有辦法避免因為是規則限定 敏銳起來吧 準色門好手的嗅覺清甜順 這個做了潛能決定之後 我好像也不怎麼派他上場 電腦設定非常的複雜 這關比較複雜 被動前能屬於克星的效果UP 規則限定球團以外的球員能力減50% 這個沒有辦法避免 所以你第一個就一定要派球團 第二個限定必殺技 S30 又是S30 還好電腦只有S1 所以相對來講第一個 克星效果UP就沒有那麼嚴重了 畢竟你可以用到S30 對付電腦S1實在是不用擔心了 然後第三項是限定玩家需要高空射門2分並獲勝 這個又是差不多的建議 第一種就是帶高空傳球預想的前鋒 第二個是帶高空的傳球員 然後手動高空2分後自動打就可以了 電腦全對是日本球員 計數數為主 這兩種計數數數為主 但是FW電腦的日向是隸屬 電腦的落零原算是數數性 你看他面對隸屬性是加百分之百能力 你如果帶了隸屬性球員 你這裡就很難進球了 我們來看我們的因應方式 你的GK可以選隸屬或數數 甚至你不管屬性 就挑S30以上的必殺技的GK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前鋒我會建議你使用技數或數數 去面對落零原算這個數數性 然後你要記得需要高空射門 沒有高空射門2分是過不了的 所以這一關其實 雖然有所謂的克星效果up 但你就算忽略這一點 其實也沒有關係 畢竟S30要碾壓S1沒有那麼難 再加上球團球員不會被減百分之五 50能力 其實要過關是很容易的 最後是關於國際服的衝球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你經由WhatsApp Line WeChat 加我為好友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一個影片就是 舊的潛能關卡的最後一個 也謝謝大家一路看到這個 哇這真的是蠻多的 光數量就有40多個球 40多個關卡 拜拜